目前永平國小周遭正在進行捷運萬大縣工程 附近的機車格和停車格都受到影響 為了解決停車需求,已經針對永平國小共購地下停車場進行評估 規劃將於操場共購地下三層的停車場 預計可以提供289格小型車位以及336格的機車停車位 羅恩從議員表示,希望可以在捷運共購的時候一起興建,將影響降到最低 而立委吳秉睿則是希望透過共購停車場,讓大家多多利用大眾交通工具轉成 讓效益發揮到最大 那麼目前捷運萬大縣的站體,目前正在施作鑽勘的動作 那這樣的一個配套,這樣的一個地下停車場的興建 我們也希望在捷運站開花,在施工的過程 同時盡快在時間內一併把它完成 不要造成日後路蓋好後,再來塑興建的時候,造成影響又更大 我們如果在永平國小的超長的地下,能興建一個停車場 然後可以提供300個汽車停車位 400個摩托車機車的停車位 將來在這個地方,車停好之後就可以到 做這個萬大縣的捷運,就轉乘 然後進到市區,不用再考慮停車的問題 車子也不用擺到市區到處跑來跑去 也減少空污,也減少道路的擁擠跟負荷 這個實在是一個很值得推動的政策 而針對地下停車場的興建 吳秉瑞和羅文蟲也對一到五年級的家長進行了問卷調查 有接近七成五的家長都支持興建停車場 不過因為操廠下方60公分到10公尺處 有高達45000立方公尺的廢棄垃圾 清運費將近3億元 交通局在財務上有困難,所以遲遲沒有定案 對此吳立偉也表示 太監和羅文蟲議員向中央政府爭取基礎建設的最佳預算 爭取有名國小興建地下停車場 初步已經獲得同意納入園議 數位天空新聞永和報導